我男主角獎得獎的是 龙紹華 菜頭梗的滋味 陸航40年的龙紹華 揭演過大大小小的電視劇 今年雙料入圍 金鐘男配角和男主角 各以大愛劇場 菜頭梗的滋味 男主角一舉奪下了 金鐘影帝的寶座 我謝謝大愛電視台 謝謝總監 謝謝龐媽媽 謝謝一些經理 還有所有的同仁 謝謝你們還有導演 還有製作人 侯製作夫妻 謝謝你們 謝謝 大愛劇場菜頭梗的滋味 改編自真實人物的故事 劇情描述綜合在黑白兩道的紅絲條 如何從迷轉悟 不論是謀略霸氣的黑道大哥 或是望子成龍的慈父 龙紹華收放自如的演技 成功打動了評審的心 宗冠縣的老大哥 這個更不好意思 我有跟他兒子跟師兄 還有詳細的聊過 但是他真的是很偉大 殺父之仇 能夠被這個慈濟給感化 然後放下這個仇恨 這個實在是太偉大了 謝謝你們 小燕姐愛你們哦 今年獲得終身成就獎的綜藝教母張小燕 出道66年提攜無數後備 這一晚帶著高齡94歲的媽媽 一起出席頒獎典禮 也成了金鐘獎最感言的場面 有張小燕一手拉拔的藝人 朴學亮也特別在典禮上 戲數小燕姐的出道經歷 展現出31年的師徒情 小燕姐引領我們後備的 不只是演藝工作上面的表現 她還包括了對生命的尊重 還有關懷 今年金鐘獎有不少新科節目 戲劇演員獲獎 影視圈的世代交替 力求創新突破 也為台灣影視產業 帶來全新展望 大愛新聞 李時宣等於中台北報導 有關懷疑的